很高興大家來看 就像剛才這一場的人說的 上面就是Slido的號碼 然後中間也有HackMD 然後我也有先把一些 待會兒會講到的資訊也放在裡面 所以這兩個你們都可以先打開使用 包括問問題的部分 然後大家好 我是開放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Lulu 那其實在這議程的頁面上 都已經有我的簡單介紹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再介紹一次自己 那因為今天比較特別是 我們邀請Pellian和Jeremy 來跟大家一起對談和分享他們的經驗 那因為他們兩位其實也是SeaCon長年參與者 然後除此之外 他們可能滿早也就開始參與國際會議 甚至現在也是在國際的公司和基金會裡面工作 而且他們工作領域也不是只有純技術領域 其實是現在在國際上可能比較蠻注重的 像數位、人權、網絡、自由等 跨出科技舒適圈的一種不同的領域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請他們就直接開始分享他們的經驗 那第一個就是我會用比較問答方式進行 那首先會先請他們分享說 他們自己先介紹一下他們自己 然後他們的經驗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現在工作有什麼 可能很值得讓你們知道是 然後另外他們也就會分享說 那他們一開始從學生時代是怎麼開始接觸 加入科技這個領域 佩蓮先 大家好 我是佩蓮 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主要就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因為畢竟是比較小的聽 而且是開放式的議程 所以希望聽眾可以多多的提問 那如果沒有提問的話 我們才會照我們原本設計好的這個問答方式進行 但是因為還是 因為我們就不完全 因為這個領域就是要講的東西其實可以講很多 但是主要還是要配合 就是希望配合 就是大家想聽什麼 我們就講什麼這樣 好 然後 所以盡量 中間打斷我們講話的問問題都沒有關係 希望你們盡量講 這樣我們才知道我們要講什麼 對 好 那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佩蓮 然後我應該是 因為是在SeaCon 所以我就順便講一下 就是我是2014到2016的SeaCon醫生組組長 然後後來我畢業之後 我就到開放文化基金會工作 在那邊的時候 我大概就是做一些開放原始碼專案的國際的交流 比如說像國際的其他人介紹台灣的一些開放原始碼社群跟專案 就是包含SeaCon或是G0V等等的這些社群 然後另外一件我做的事情是 我在OCF這邊 就是召集了一群台灣的這個資安專業的從業人員 然後我們把他們跟這些 就是台灣的一些非營利組織NGO 就是人權團體或是婦女或是環境等等議題的這些NGO 做媒合幫他們做一些資訊安全上面的協助 然後離開OCF之後 我目前是在 到目前為止我是在 筆電很想睡 我目前是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底下的一個跨領域的研究室 叫做公民實驗室 攝影組拜託不要拍到我的臉 感謝 好 我是在跨領域的研究室做一個資安的研究員 然後這個研究室主要是 就是我們會 我們裡面有社會科學家 有研究政治學的跟新聞學的跟法律的政策的等等相關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我這樣的這個技術背景的人 然後我們會 我們會我們做的一些我們做的是跨領域的研究 那我們會發一些我們關注的議題主要是在 就是網路上的言論自由或是隱私權等等的議題 那像我個人的話呢 我之前大家可能會比較有興趣的 我做的研究的內容主要是關於TikTok 還有抖音的隱私跟安全性的調查 然後我們那個報告的網站上 就我們實驗室的網站上面有一個中文的摘要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我們那個中文的摘要是設計給 希望是讓一般人可以讀得懂的 但是可能還是需要一點力啦 就是希望可以 所以但是如果各位即使不是技術背景的 也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TikTok 如果你用抖音的話會怎麼樣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這樣 好 然後對目前應該就這樣 今天主要是想來分享就是說 以一個這個技術背景的一直以來 都是做技術的人像我這樣的來說的話 那在國際上大概就是會有什麼工作機會 還有尤其是在非營利組織這方面 就是像我這樣的學術機構或是國際上其他的非營利組織是 就是技術的能力可以在這邊怎麼樣的用 大概是這樣子 對 好 OK 那大家好 我是Jeremy 因為也是TikTok 所以我都跟佩蓮一樣講一下 我好像是16年17年的議程組副組長 然後也是長期參與TikTok的從一開始到第一屆吧 第二屆我都有參與 然後到一路到17年 大概是16年那個時候這樣 好 那我大學的背景 我沒有像佩蓮做了這麼多厲害的事情 但是就是我是資管系畢業之後 去我有做過治安的顧問 我在KPMG做治安顧問 那我也去過新創公司去當工程師 對 所以我可能經歷就是跟可能一般的人想像一樣 就是畢業然後去商業的公司去做資訊類的工作 對 那可是我現在這個工作就蠻特別的 就是我現在這個工作是叫做Deflect 我們在做一個很像人權版的Cloud Fair 對 那我在加入這家公司前 因為我是遠端工作 然後我在加入這家公司前我沒有想過在商業以外有第三個選項 就是在商業可能然後政府以外有第三個選項是去做非營利組織的工作 那非營利組織的技術工作就是像我現在公司做這個東西 Deflect我們是去保護人權組織的 像我們當他的CDN然後去讓他們免於受到DDoS的攻擊 所以我直接說是人權版的Cloud Fair 有人可能用過Cloud Fair就知道 對 我們規模當然沒有它大 但是因為我們的Funding來源是來源於美國的國務院 所以我們可以有更大的財務自由去做到 就是我們想要保護的特定的組織 比方說舉例最近烏克蘭戰爭 那我們就認為說烏克蘭的公民組織網站獨立媒體會受到非常大的攻擊 所以我們就會去提供免費的保護 那我們甚至在當地有成立一個team 然後請了一些當地的烏克蘭人來幫我們做推廣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工作是蠻有趣的 那我們今天主要這個演講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在選擇職業方面除了傳統的商業的工作以外 還有政府的工作以外是否有第三個選項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這個 那我剛好我跟Pallion的工作 我們現在都是遠端工作 那就是 所以也不一定說成本非常高 你一定要出國或有外國國籍什麼的 就是其實你人在台灣只要英文還不錯 那有願意往外投履歷 其實就有機會就是找到這樣的工作 好 那我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其實剛才那個不論是Paylen或Germy 其實他們在的公司就是The Citizen Lab 和Deflect 這些你們都在Hack&D裡面都有放連結 然後或者是你們也可以搜尋 那他們其實提到就是一個比較不一樣 其實就是比如說像怎麼運用科技去解決社會上的議題 而不是可能只是走純商業 其實現在在國際上是蠻熱門的 那其實相對在台灣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 可是其實在國際上 尤其他們非常希望台灣作為亞洲 可能人權民主感覺蠻前面的國家 其實他們現在非常希望能夠看到更多台灣的科技領域的人 跳入這個職業和這個領域 所以也就是他們也是希望可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現在其實對於台灣開出來的國際機會非常的多 那可不可以請兩位也再分享一下 那就是要如何比如說從現在可能大家還很年輕 或者是他們今天第一次聽到這個領域 有沒有關於這個領域比較入門的point讓大家知道 或是怎麼開始了解這些資訊 我要先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座各位想必應該都是台灣的學生 然後如果我要講說在國際上的跟在非營業組織工作的話 各位已經贏在起跑點上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去看中國的話 中國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環境 對吧 中國裡面你不能在中國搞人權啊 對啊 顯然不行嘛 然後 然後 麻煩不要拍到我的臉可以嗎 對 你投影片之後都會釋出 對 不要拍到我的臉 然後 不好意思 我再提醒一下 因為那個配臉它是帶黑色的 你帶 沒有啊 沒有啊 這就是沒有選擇是不是 對 這是HECOM 對 但是其實就是這一場我們 那時候是選就是沒有直播和拍攝到講者的部分 所以可能請大家再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這些資訊都會放在HECOMD跟大家分享 然後待會也有機會可以讓各位就是 再持續的問講者一對一了解的時段這樣子 好 然後 就台灣的這個社會的這個 對於多元的言論跟多元的看法等等 比如說台灣的這個多元性別方面 在亞洲算是很領先的嘛 然後我們在這方面其實也贏過日本跟韓國 當然香港早就贏了 所以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各位已經贏在起跑點了 對 就是我們在生長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相對於 相對自由 相對於 有人權意識的一個社會之下 各位已經在這個領域裡面已經贏在起跑點了 然後 然後 學生時代要開始準備什麼東西 我覺得其實 就學生時代來說要要 以我 我現在回去看的話我其實有點難 就是我其實想不太到 就是要特別準備什麼東西 然後 因為其實 主要就是說我覺得就是 在全身時代就是 多放探索 然後多跟國際上的人交流這樣 然後 所以我覺得唯一要講的地方就是說 把握所有可以練英文的機會 因為光是 就是光是 要把英文練好其實就蠻難的 對 所以 如果你如果是 如果是寫程式的人的話 那 你就可以多多去 比如說那個 GitHub上面發 那個issue啊 發這個pool request之類的 然後如果 如果不是 不是寫程式的人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 開放原始碼專案的這些東西開始參與 比如說 比如說假設你不是寫程式人 但是你可以作為一個開放原始碼的使用者吧 所以譬如說 那你不會寫程式 你也可以回報bug啊 所以你 或是你可以去 譬如說 譬如說 假設你不會寫程式 但是 就是你可以開始接觸 比如說Linux 開始用 日常使用它之類 那你遇到的問題 你就可以去 譬如說論壇上面發問 那你就可以 這個是一個趁機 可以練英文的機會 這樣子 然後除此之外 我覺得 在學生時代就是 我碰巧有 因為我一開始 就是我也是 大概高中的時候 開始用Linux 然後 因為用Linux的時候 就開始對Linux這些 相關的新聞 蠻感興趣的 所以 我就會看很多 就是Linux相關的新聞 就譬如說 最近有什麼新功能之類的 但是 看一看就會發現 就是我看的那些媒體 正好有時候就會出現一些 跟隱私權相關的 這些報導 譬如說 之前前幾年 好像2012年沒記錯的話 美國有一個很知名的 就是要鉛制 網路上言論的一個法案 叫做SOPA法案 對 然後 這個東西一直以來都有在發生 或者像是歐盟的GDP 這些影視權的法案 其實 就是在這些媒體上 其實有很大的報導 所以我大概是從這邊開始 開始 一開始是從 作為一個Linux的使用者 再來就是 了解到 看的媒體 碰巧 報導這些議題 然後就開始去踏入去了解 這樣 對 大概只上 好 那 那個Jeremy 好 我做個補充就好 就是 佩典說的 贏在起跑點 我把它 講個 具體一點 就是大家可能會有個印象 就是台灣對於 國際參與的 可能性比較低 比方說 我們沒有參加聯合國 所以我們可能 一系列的 就是 聯合國相關的program 都不會接觸到 所以 就是 我覺得這個影響 確實是蠻大的 但是我覺得同時 我們有另外一個優勢 就是因為我自己親自面試過 中國人 面試過日本人 面試過新加坡人 那我的感覺是 他們 除了新加坡以外 的國際化程度都非常的低 日本的英文人 日本的英文真的不太好 那不太好 你在面試的時候 你很難去表達你自己 那中國人就不用說了 他們不但英文不好 他們也有思想上的限制 所以我老闆一問問題 問他說 我們就是 我們那個面試一接通 然後老闆就問他說 我們 Let's have an icebreaker Icebreaker 就是破冰遊戲 那他就說 要幹嘛呢 他說 Do you support Internet as a basic human rights 你覺得網路是 存取是一個人權嗎 結果那個中國人就嘴巴 他當大大的 打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從來沒有想過 什麼叫人權 他不知道 什麼叫做 Basic Human Rights 他講不出來 他就 然後他就 然後我老闆又換一句話講 他說 Do you support the freedom of internet 他可能沒聽到freedom 他只聽到 就是free 他就說 網路不能是free的 一定要付錢 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可是這是巨大的思想差異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怕 就是 這不是什麼硬性的 就是我沒有參加國異組織這種問題 它是這種軟性的問題 就是我 思想上跟西方差太多 我們根本就是不同世界人物 無法溝通 但我覺得台灣人不會這樣 就是台灣的學生其實從小就已經受到西方的思想 長大 所以你沒有這個巨大的gap 對 但是 東亞社會不管是韓國 中國還是日本 其實都有巨大的gap 他們西方程度都不夠 對 所以 呃 我覺得pallion講的是這個意思 我幫他補充 補充一點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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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想法 這樣子 對 那 第二件事就是 在於準備 職牙的方面的話 呃 pallion提供的是一個傳統的open source的那個 的路徑 就是在Github上面做 呃 這個叫什麼 貢獻啊 然後去寫一些code 我覺得這是技術方面的工作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 我相信這邊也有非技術的人 那我想要 特別強調的是 你不一定要 一定要去轉職去寫code 就是其實在國際人權 或數位人權的工作領域裡面 不只有技術 很多非技術的工作 更 其實搞不好更多 那等一下我們再介紹那個 job board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 很多在招募 不管是語言專長的人啊 媒體專長的人啊 還是 法律研究 還是政策分析 其實都有 蠻有機會的 那如果各位以後要出國留學的話 其實就 更 就是可能會碰到更多這樣的 機會 就是 可能就不會 就不要想說 我一定要寫code 不寫code 好像就是 就活不下去 其實不太會 就是可能是因為台灣的產業比較單一 讓你有這個感覺 但其實 在coding以外還是有很大的世界 我想要講的是這件事 然後我這邊也可以補充一下 一起合作 我們現在有準備資源 然後接下來其實也可以看各位有什麼想要先提問的地方 然後比如說 幫助公民社會 還有領域科技工作的機會 好 那我只是 另外就是也有國際上 其實很希望台灣可以加入對於監控審查研究 然後會提高滿不錯的研究講助金 那關於這個fellowship 其實Pellian也有相關申請的經驗 那我只是針對剛才slido 因為已經有人問到植埃 所以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分享的一些相關的管道 那不知道說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想要詢問 我補充一下 我看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求職過程中英文能力的一些證書需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因為面試就是英文 所以你的履歷英文是ok的 然後面試的時候你講英文就是ok 基本上他就覺得你ok 就是他不會要你出示什麼什麼 英文的整理的證書之類的 我也沒有 就是當然我面試的專案也是英文 就是基本上 而且他其實對英文能力 其實沒有特別要求很高 就是你其實有一點結結巴巴 其實都沒什麼關係 重點是你那個 那個 他問你的問題你要能夠有意 就是 詞能達意 這樣 你可以用一些很爛的詞彙也沒關係 但是 文法很爛也沒關係 但是重點是你要能夠表達你的意思 這樣 有人問到會不會有十大問題 所以我就順便講一下 就是在這樣的 非營利的組織做這些工作的體驗 大概是怎麼樣的 所以 我覺得跟一般商業公司相比的話 就是非營利組織大部分來說 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有點累 可能會跟商業的新創會有一點像 但是可能不會像新創一樣那麼累 對 所以 非營利組織大部分的資金來源 他們國際上大部分都有一些 這個金主 比如說剛剛講到美國國務院 或是這個 Open Society Foundation 或是Mozilla Foundation之類 或是Wikimedia Foundation 這些國際上會有一些 或是聯合國 這些 或是歐盟 很多機構 就會有這些資金發放給 這些做人權議題的 或是其他議題的這些 非營利組織 所以 在薪資上來說的話 在薪資上來說的話就是 你如果拿這些薪資拿去跟 比如說國際上最知名的科技公司比的話 當然是比不上 就是你同等級 比如說假設一樣是做法務 或是一樣是做 城市設計師 那個當然是不能比 但是如果你把工作的樂趣 跟職涯的發展上 跟工作的吃力的程度比進去的話 我覺得其實在非營利組織 大部分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就是工作大部分其實都不會那麼吃力 不會像 然後工作上也有很多 可以讓你自由發揮的空間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 就是主管根本就沒時間管你 主管很忙 所以你要自己想辦法 就是你要自己想我要幹嘛 就是我知道我的組織 比如說像我來說的話 我知道我們組織的研究的領域 是這些這些這些 那我工作的方式不是主管派一個題目給我 然後我就要去做那個研究 不是 是我要自己想辦法找題目 所以我自己想辦法找題目 我就可以找一個我自己喜歡的題目 然後我也可以順便選 而且我可以選我的實驗室裡面的領域 任何一個跟實驗室有關的領域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不想寫程式的對不對 那我可以去 我可以說 我想要做一個比如說什麼政策比較研究之類的 那我可以去跟我同事 做政策比較 政策研究的人去學 然後來做一個這個 邊做邊學做一個這個 這個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彈性就會非常的大 對 然後 然後工作的工作大部分也都就是就是蠻輕鬆的 然後對啊 當然不同公司可能不一樣 像他當那個他應該比較累 對 Jeremy覺得剛才配電說的 我最順便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好了 就是會有時差問題嗎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公司遍佈北美歐洲 然後亞洲其實現在好像只有我這樣子 還有個人在香港 那時差怎麼運作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一般工作的想像就是八小時 那就是早上可能九點上班 然後晚上五點下班 然後大家都在同時間工作 但是其實我們公司已經完全打破這種工作的思維 就是你其實是在你自己的時去工作 那除非你要開會 你才會去看誰要配合誰 比方說我要跟加州人開會 那是我要找他做事情 那我就可能會晚上大概十一點的時候去跟他開會 那他早上七點剛好起來這樣 那也會倒過來 就比方說他有求於我 他就會說好啦 那我跟你約台外台北時間的下午兩點開會 那是哈囉晚上這樣子 所以其實時差問題其實沒有這麼大的影響 就是如果是跨國這種完全是跨州的公司 我們會沒有什麼核心工作事件 就是大家在各自的時間做自己的事情 對 那呃 可以連剛剛說累不累的問題 就是像他住人都不管他 呃 我可以說是 因為我最近也當聽力的 然後我也不管我的員工 然後我的員工 我下面的人在 應該是一個在墨西哥一個在俄國 對 然後那個俄國人就是有時候就是就是他也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我一個禮拜就問他的事 他叫Eager 我說Eager what are you doing 然後他就說 Woo I I This 他因為他講俄文 那個俄文的英文就很怪 This project is very hard 然後俄文相學不好 好隨便 反正就是我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英文其實也沒有很好 但是就是他多講幾次 然後每次講完我 我跟他講完我的 比方說你請他做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 我就會叫他說你重複一遍 你把剛剛我聽的東西 我講的東西你重複一遍 那我只要確認他聽得懂了 其實就好了 其實我也不是很在意他英文到底 講得多俄文 對 好 然後 還有什麼問題呢 剛剛有人問說語言專長的人才距離是什麼職位 我看到那個Jarboard上面很多是翻譯啦 就是翻譯或是 溝通 communication相關的 那可能會有中文的直學 其實我覺得中文應該是越來越 在國際上越來越重要 所以就是會有這樣的 你要講什麼 如果你是語言方面的專長的人才的話呢 這個領域我知道一個組織叫做Localization Lab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Localization Lab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 但是Localization Lab 其實好像是在 就是他是在幫忙 做一些開源軟體 跟 應該是全部都是開源軟體 就是做一些開源軟體 一些重要的開源軟體的 國際化 對 像他們公司 然後 然後他們就是會需要語言專長的人才 然後也會有需要 就譬如說 像很多 就是 因為你不只是翻譯完之後 你要有人去整理這些翻譯嘛 然後要把它匯進程式裡面去嘛 然後你要做版本的控制嘛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 就算英文不好也可以做 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譬如說 就是譬如說 那個語言翻譯的版本要怎麼管控之類的 這些問題 就 對 或是你們知道 就是程式會有譬如說上游跟下游的問題 譬如說 上游的專案開發出來已經翻譯完了 但是 這下游會有另外一個人去打包跟散佈 這些程式 那這個翻譯要怎麼流動進去 然後下方的 使用 真的使用者遇到翻譯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要怎麼回報之類的這些問題 就是 會有 會有 會有另外一種 人去處理這樣 然後 我這邊可能先補充一下 因為有人問說這簡報是貼在哪 剛才沒聽清楚 其實那個Ccon就是有幫每個議程開一個 HackMD的共筆 然後我們有把這些連結全部貼在裡面 所以 你們可以去打開HackMD 就可以找到這個 相關List 然後之後也都會釋出在HackMD上 這樣子 如果有希望大家有希望看到的補充資料 好 那我們大概還有13分鐘這個Panel結束 然後 有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 雖然是離題了但是那個已經按讚很多 所以我就快速講一下那個 關於歐盟的數位服務法 跟網路管制法案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不是沒有非常深入研究過這些東西 因為沒有很多時間去研究最近新出來的東西 但是 基本上是覺得就是說 網路上面的一些 就是這些服務是需要被管理的 然後 並不是說讓它可以隨便搞它自己的事情 因為不管是各個方面隱私權或是所有 或是壟斷性的問題 就是它是需要被管理的 然後 為什麼需要管理 因為 在歐盟或是像在台灣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所以 在民主的社會之下 透過民選的代表之類的這些東西 去立一個法去管理這些公司 比起 期待這些公司 去自己管好自己 民主的多 因為我又不能 就是用民選的方式選一個公司的CEO 不行 所以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是考量到公眾利益來說的話 如果是在民主的環境之下的話 去用民主的方式去做這類的管制 應該 這個大方向 會是比較合理的 然後最後講一下 有另外一個問CEC的 CEC有什麼值得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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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是一件很酷的專案啦 然後 思想上會有蠻大的衝擊 就是說 比如說 大概像台灣人對於自由的想像 就是說 對於思想上就是說 比如說台灣人對於自由的想像就是說 啊我應該要自由的 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嘛 前提是不要影響到別人 然後 但是即使在自由 然後社會也必須要維持到一定的秩序嘛 對不對 但是 大部分的人看 我以前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但是 去了 CEC之後就會發現說其實 就是你要爭取自由的時候你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混亂 跟 一些東西 就是 不會 不會那麼好 不會那麼完好的運作 比如說 比如說地上可能比較髒 或是 可能 可能有人一天到晚在開趴很吵之類的 就是 我不知道很難形容就是去了之後就大概就意識到說就是 就是 為了自由你必須要承受一定程度的 混亂跟無秩序的狀態 這樣 然後那個是一個 有點類似自由的象徵吧 有點類似自由的象徵吧 對 對 好 我也講一下那個歐盟的那個 這個 剛剛有人提問這個叫什麼 數位服務法的問題好了 就是 他 大家在想像網路管制的時候 通常有一個很 很 快速的思維 就是說 啊 我們要保護言論自由 我們反對一切的管制 對 但其實 有一個 比較 可能 彎繞一點的邏輯 但大家可以 仔細思考一下 就是 你如果真心想要保護自由的言論市場 那你就必須做管制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 你如果 不保護 你如果不去管制 就會有人 用很大的聲音 去濫用自由市場 那就會讓很多 原本 可以講話的人 講不出話來 那市場就不自由了 對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蠻吊詭的狀況 但是他其實 雖然很不直覺 你就覺得說 蛤 我要保護言論自由 為什麼還要 必法去限制 言論自由 但是原因是因為你 因為要保護言論自由 你才必須要去做 必要的管制 對 那歐盟這個 這個數位安處理服務法 他是對平台去做了一個特別的規範 那他是對做 內容的保護吧 我這邊目前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在 如何 他去科以平台一個 審查 如何過濾 內容的一個責任 然後怎麼處理廣告 還有演算法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表面上至少大方向看來我會覺得說這件事是好的 就是說網路自由的世界並不是毫無規範 其實我們在不管是現在這個規範的體系下面從世界人權公約到兩公約 就是公民社會 就是大家喜歡 大家常聽到的兩公約 就是公民 公正公約跟那個金色文公約 就是 然後我們台灣其實都有加入 我們台灣都已經把它國內法化了 從這些 國際人權體系到聯合國最近的各種決議文 其實在數位人權的保障上都是越來越高的 所以其實我們 是我們今天 講了半天的 我們工作在做什麼的 大概的 某一環 就是說我們是在這個國際人權體系下的 某一環的技術 像我是做技術的解決方案 那Paylen是做研究的方案的方面 對 但是其實我們都脫不了這個 對 然後我們又是另外一種 搭配型的NGO 就是怎麼樣把他們在做技術讓 更多公民團體 或是一般大眾 知道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有同學提到這個 這個數位服務法我覺得是 有跟上這個時代的這個 這個浪潮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其實我們整個社會的國際組織正在往這個方向走 那它相應的會create出很多 不管是工作機會啊還是以你們個人質疑的發展其實都是 如果你們能跟上這個 那我這邊補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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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場Paylen是德國分享的 他就說哇德國他們獲得很大的成功 因為他們要求就是聯書啊什麼 這些大公司要符合德國在地法 然後保障言論 就是不論是言論自由或者是你不能用言論攻擊別人 可是同樣的判例到了東南亞變成一個非常讓大家非常害怕的東西 因為那個東南亞的夥伴就說他們的政府就是專門迫害言論自由 然後把持網路言論的地方 所以如果像德國一樣要求Facebook和這些大公司符合東南亞在地法規 那他們所有的人權工作者 所有的人都不能在網路上自由的發言 所以其實是蠻多可以持續探討 就同樣的法同樣的想法 其實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政治脈絡底下 其實都還蠻需要去了解怎麼做才能比較好的保障大家 那另外也會想最後問一下五分鐘 比如說因為我們剛才講到了很多科技在不同跨出純技術領域外的部分 那另外兩位有提到他們在 因為他們的公司比較是針對數位人權這樣的公司 所以他們相對比較自由 那我這邊第一個feedback可能就是 因為像在做議題的不論是公司或組織 通常都還蠻有mission 就是我希望能夠改善社會的某個部分 所以他們的員工可能就會自主地提一些解決方案 看要怎麼去執行 那我也可能比較好奇說 那你們當初一開始怎麼會想要加入這個領域 是哪一個點讓你們覺得 其實除了純技術之外 對社會的貢獻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好 那個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先快速回答其他兩個問題 首先就是說如果是技術的人 是否有資安以外的機會 有 就是很多這些國際組織基本上 常見的這些技術的職缺都還是需要 比如說他們有可能需要有人做app 或是做網站 或是做一些程式開發之類的 或是伺服器管理 這些全部都一樣都有 然後還有會不會有一天要求公司不在remote 要回到公司上班 如果公司願意發工作簽證 讓我去加拿大上班 我是很樂意啦 對啊 但是對啊 所以那個拍這個照片的人 麻煩不要拍到我的臉 然後如果你就是一直想在台灣的話 即使你一直想在台灣 他想要你回去 其實這個狀況 我從來沒有在NGO裡面聽過 就是他們的職缺裡面 通常都會分兩種 一種就是 一種就是原本就是remote的職缺 另外一種就是 你必須要在某一個地點上班的 對 那如果你一開始應徵是remote職缺 基本上他不 我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個案例 就是他要求你回去某個地方上班 從來沒有聽過 對 我補充一下 因為在疫情 我們是在疫情前就在遠端 所以就是我們在應徵的時候 他就是遠端的工作 所以 不太可能有這種 會要造回的問題 要造回通常是因為 大家最近聽到那個什麼 Google還是Facebook 還是Apple 最近在造回員工 但是因為他們原本就不是遠端 他們是因為疫情而有的特殊的措施 我覺得這是要區分的 如果你工作原本就是遠端 那他如果要造回 等於是他破壞了你原本的約定 那他可能要對你做特別的補償 這樣子 比方說他給你說要拿薪水 加要加多少 給你租的補貼 什麼的 好 那我還是回答一下Lulu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會加入這家公司 我覺得其實我工作一段時間 我做了不少工作 我做過 我剛做過 我做過資產顧問 我做過一般的開發的工程師 然後我也做過這個 區塊鏈工程師 那我自己覺得 工作必須要有一個impact 你要知道你自己做的事情 對世界有什麼影響 那我在區塊鏈產業做了幾個月 我覺得我對世界影響不但沒有還是負的 那我就覺得 雖然區塊鏈可以賺錢 但是我在所有人錢賺的錢 比他不但更多還更有意義 所以我就覺得說 至少要找到一個自己做起來 不要虧得 就是自己半夜想一想 不要覺得自己在破壞社會啦 那就是 這也是我現在很滿意現在工作的原因 就是至少我做起來 我知道我正在幫助 大概快一千個組織 去保護他們的治安 那比起我以前面的工作 我會覺得說 我至少知道自己 對社會有一個正面的impact 這樣 有沒有想 一開始會加入 就是做非營利指示組織的工作 主要是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就想說 反正我要寫程式的話 我隨時可以去 就現在寫程式的工作機會這麼多 所以我想要寫程式的話 我隨時再回去都可以 而且我不想要我整個職業生涯 攤位在外面 在R1門口外面 所以待會兩位講師也會在那個攤位待半小時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還沒有問完問題 還可以去那邊繼續聊 對 因為很快下一場就要開始了這樣 然後有人問說實習的網站對不對 那個jobboard可不可以再貼一下 對這個 但還有個網址在哪裡 呃其實現在因為不太能拍到你們 但是呢其實我都有貼在hacknd裡面 網址都有貼在hacknd裡面 然後這邊是待會他們兩位站起來離開之後 你們可以把這張拍下來 就會看到所有的東西這樣子 好那快沒時間就等下有問題來攤位找我們好不好 就在R1門外面的開放的話 就已經會談 我也可以兩位回答 好那再次感謝 感謝大家來聽 然後 工商一下就是如果你們看完剛才這麼多資訊 還是不知道怎麼開始 那其實我們有提供獎助金的計畫 就是讓大家可以先從參加國際會議開始 我們會有領航員帶著你了解國際會議 幫你分析怎麼參加議程 還會給你一筆錢讓你在參加的時候 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開放文化基金會 也會每年都有很多實習的機會 不只是開放文化基金會自己 各社群包括佩蓮剛才說的資安 怎麼協助公民團體的那個社群CSCS的 實習機會也都在這裡 所以你們可以拍這一張 然後就是應該有大部分的東西這樣 對然後 所以說其實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從學生時代 現在就開始了解不同的事物 然後有需要的話都可以來攤位 繼續獲得更多資訊 好 謝謝 謝謝